沒錯 早上起來呢 就是除了動動身體之外呢 腦部也要動一動的喔 這樣才會變聰明 反應才會變快 而且一整天精神都會非常非常的好 對 那今天呢一樣呢 邀請到我們的兒童之人治療師 我們的阿凱老師 大家早安 我是阿凱老師 以及可愛的小朋友 是來自於哪個幼兒園的呢 威艷娜幼兒園 歡迎你們 也今天也歡迎到我們的樂樂姊姊 我們的媽媽 跟因為小媽媽 小媽 小媽媽 小媽媽 都是疊名 那今天呢 你們一樣要帶兩隊 來參加這比賽 然後優先的禮物呢 是我個人非常想要帶回一家 好可愛的釣魚 對啊 非常可愛 顏色很繽紛 所以大家想不想得到呢 加油 我們要加油囉 好 時間交給阿凱老師 好 準備一起來動動腦了 小朋友仔細看囉 來 考考各位的觀察力囉 仔細要張大眼睛囉 哇 有好多方形的 告訴我 有幾塊黃色積木 3秒鐘 3 2 1 黃色積木 黃色的喔 好 每一隊各派一個小朋友到前面來 來 來 小朋友出來 隨便一個 加換你 那你出來 好 前進一點 好 前進一點 刀 石頭 布 OK 好 要幾個黃色積木 4個 4個 好 小朋友請回座 我們來看正確答案 4個 2 請 好 對 先提囉 好了 準備囉 進入了我們第二個 記憶力囉 好 先不要舉手 不急 小朋友請仔細看 記住這個動作 5秒鐘 5 4 3 左右手要記好 2 1 好 每一隊請派一個小朋友出來做同樣的動作 為什麼 左右腳跟左右手 你做好 我沒有做好 你跟我做 這樣 這樣 這不一樣 我們倆的建筑不一樣耶 小朋友請到前面來 來 面對我們的鏡頭 看前面 要面對鏡頭喔 面對鏡頭喔 寶寶哥哥這一隊是派哪一位 來 這個 藍色弟弟 好 來 看著我們前面 來 做出剛才的一樣動作喔 要看鏡頭 看前面喔 來 看前面 不用猜拳 不用猜拳 來 兩個都做 面對鏡頭 3 2 對 坐好 有對嗎 他們的腳跟手 來 我們來調整一下他們的位置 讓電視機前面的 大家都可以看前面 來 面向前面 來 看前面 對 你也去坐一下 立芬姐姐歡迎你上來 我 因為我跟立芬姐姐 我做得完全不一樣耶 腳 所以大家可以 可以看到 答案應該是哪一個 通透移用 欸 伸出去了是哪一手 是 左手 左手 不是右手嗎 左手嗎 好 很隨便 因為我一年了 是左手嗎 左手啊 小朋友趕快坐好 趕快坐好 快點 手要放哪裡 對 左手耶 可是我的腳不對 對 對 好 然後兩隊都一個 各點一分 加油 加油 所以小朋友真的 就是不要學立芬姐姐 剛剛是錯誤的示範 沒有 立芬姐姐做的也不錯啊 因為我是直接對著她 你是近射 對 我近射 對 基本上是要跟圖案裡面的一樣 通常這代表是 你的狀況是一個美女才會出現 這樣的狀況 因為你照鏡子的機會太多了 所以你會覺得像在照鏡子一樣 所以做出跟她像近射的工作 她好像是今天吃糖了 對 嘴巴好甜喔 真的 下一題 好啦 小朋友 來 我們來看看大家的判斷力喔 來 有一個時鐘指的是幾點 你們知道嗎 知道 三點 這個時候小朋友 在學校裡面上課 所以想請問各位 現在是早上 下午 還是很上午 請派一位小朋友到前面來猜拳囉 對 我們來都比較容易 對 大家要思考 對 大家要思考 好嘞 選出一個人 推拳囉 早上 早上上 好 來 面對面 來靠近一點喔 走步 OK 來 先派一隊 答案是什麼 好 答案是早上 答案是 早上3點 早上3點對不對 確定 確定 那我要給樂樂姐姐這一隊 一個機會 來 答案是 下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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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正確答案是 下午 這早晚還點上課太厲害了 小朋友早上三點的時候 你們在做什麼 睡覺 還在睡覺喔 OK 好 所以要分清楚囉 好 來 準備下一題 好 小朋友仔細看囉 告訴我這邊有幾塊積木 想想看它怎麼疊的喔 它是長方形的積木喔 不是以前我們常用的地方裡喔 所以有可能會出現什麼狀況 需不需要有積木 是讓你們看到的呢 五秒鐘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有小朋友的答案我聽到了喔 很棒喔 好 各派一個小朋友到前面來猜拳 誰要 來 趕快 你去看隊長要選誰喔 來 好 好 前身 來 好 靠近一點來 剪刀石頭布 好 OK 樂樂幾塊 六塊 幾塊幾末 六塊 好 來 小朋友先回座 回座 有沒有其他答案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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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 毛毛哥哥只有你有其他答案 你的答案是 幾個 五塊 那我現在才在數的 五塊 五塊 好 我們私下來處理 如果毛毛哥哥答錯的話 該怎麼辦喔 好 正確答案是六塊 因為是長方形的 對 所以我們回來看一下 它剛才在疊的時候 這一塊會往後面一些 是 所以如果後面沒有的話 它會掉下去 所以一定會有一塊 幫它撐住 所以正確答案有六塊 六塊 我錯了 OK 沒有關係 好 所以小朋友一開始 的確會數它看到幾塊 是 可是我們這一題是要讓大家去看看 分析一下 是不是在細節的部分 還有哪些是我們漏掉的喔 好 下一個 推理力囉 好 仔細看囉 很簡單的題目 請問 中間問號那一個應該放入哪一個圖形 5秒鐘 5 4 3 2 1 這個滿簡單的 對 這裡有一個一點邏輯性 對 是的 樂樂姊姊 對 來 靠近來 還有一位呢 這答案就快出來 好 讓你出來 好 男生對男生 好 靠近一點 2 1 2 1 1 2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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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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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4號了 對 很好 小朋友都很厲害 都有看到了 來 很快的準備進入最後一題 最後一題 比數 現在比數是多少呢 現在是姊姊隊領先1分 姊姊隊有3分 我們的毛毛哥哥隊2分 好 加油了 想像力題可以揮翻了 最後一題一樣會有3分 好 好 看看誰的動作 快 不要急 一定要跟我數1 2 3 有4張圖片 小朋友 你們可不可以利用這4張圖片 說出一個故事呢 哇 有時鐘一棵樹 然後再睡覺跟手機 我想一下 所以它怎麼編成一個故事呢 有一天呢 奶奶生病躺在那個 奶奶躺在膠上 睡覺 然後 有 時候在那一點時候 然後那個 媽媽就 就叫去學校 叫小紅帽 小紅帽回來 然後 她看到去學 看到 外面有個大樹在開花 拿些些花去那個 去看奶奶 好 OK 所以是媽媽去叫小紅帽 去看奶奶的故事 好 OK 了解了 她都有把4個圖都有帶進去 好 很好 故事可以再短一點 好 很棒 得1分 來 最後一個名喔 來 手放下來喔 1 2 3 好 最旁邊小男生 只有你舉手 來 1 2 3 有一天 有 有個動物在樹上 在樹下面睡覺 然後 然後有個人 要打電話給 那一個樹下的動物 然後 他 他過了很久時間都還沒起來 然後 然後那個人 然後那個人 他要邀請他去吃飯 然後他就睡到 等到他下一個早上起來 那個人就等了很久 他就跑去叫他起來 嗯 很好 好 清楚的一個故事 講得很清楚 雖然在語句上 是會有一些感覺上前後連接不上 可是在這個連接 小朋友能夠這樣子講很多 而且把我們條件都帶進去 事實上是非常棒的 好 還有其他故事嗎 沒有 沒有了 好 故事其實很簡單 故事就是阿凱老師在樹下講電話 講到下午3點很累了 所以就回家睡覺 所以突然覺得自己的故事 比小朋友還不好聽 我的也很短很短 所以可安 姐姐你的故事會是什麼呢 我就是在大樹下玩 然後玩到時間到了 媽媽打電話叫我回家睡覺 就簡單 所以小朋友其實那個想像力 比我們多很多對不對 所以爸爸媽媽多讓孩子去做發揮吧 OK 好 最後結果 最後結果是 樂樂姐姐這一集 獲得了4分 終於 然後瑪瑪哥這只有3分 3分 3分 恭喜 謝謝大家一集玩 那我們阿凱老師也有禮物要送給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也有禮物喔 只要上網回答就可以得到我們小獎品 今天的題目是什麼 今天題目是 告訴我 在這個畫面上有幾塊藍色積木 你看囉 上網到我們的粉絲專頁上回答 就可以抽中我們的獎品喔 好 謝謝我們的阿凱老師 也謝謝我們的來賓 我們下次也想給大家